火光伴随巨大蘑菇云 阳明海運旗下的東明輪 9號在浙江 寧波 舟山港 北輪港區 發生爆炸 現場碎片事件 場面相當駭人 三四公里外的民眾 都能感受到爆炸威力 據了解 東明輪船籍為 賴比瑞雅籍 為過境船隻 並非要在舟山港進行裝卸 全船共有20名船員 預計從上海開往印尼雅加達 東明輪9號凌晨3點多入港 停泊在寧波北二碼頭 下午1點半 工作人員巡邏時 聞到空氣中有刺鼻酸味 檢查後發現一支白色裝載危險品的貨櫃 冒出微量白煙 還有透明液體滴出 大概三分鐘之後 貨櫃發出金屬摩擦噪音 滲出的液體量逐漸變大 煙也越來越濃 工人和船員立刻疏散 大概下午1點46分左右爆炸發生 波及範圍半徑超過500公尺 陽明9號傍晚回應 爆炸原因還在離清 索性現場並無人員傷亡 爆炸貨櫃裝載 氧化劑和有機過氧化物 對高溫震動或摩擦較為敏感 可能導致爆炸燃燒 有大陸船運行業人士表示 事故發生後 船公司在裝載危險物品的操作上 預計會變得更加嚴格 TVBS新聞 謝賢夕 蔡宜潔綜合報導